趣味探索讯,杨立伟是我国在人航天事业里,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航天英雄,进入太空一直以来是一项高风险任务,在任务途中可能会遇到未知情况发生,对于我国第一次在人的神中午飞船而言,不具备任何的借鉴经验,不过就算是中国航天事业路途中危险重重,总得有第一个去吃螃蟹的人,说不好听点就是拿生命去做测试,所以航天英雄杨立伟有着超越常人的感识, 是当之无愧的航天英雄,2003年10月15日是中国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,478吨的长征2号F火箭带着坐在神州5号飞船拔地而起,八台发动机同时喷出是热火焰,带着中国的希望破空而去,天空在轰鸣,大地在颤抖,在升空前为了对抗压力及紧张的情绪,杨立伟全身用力肌肉紧张,整个人缩成一块铁,刚开始起飞时,飞船显得异常平稳, 甚至比上升的电梯还平稳,此刻杨立伟心里暗想,这火箭也没多大劲啊,不过随后火箭开始逐步的加速,附和一步步的加重,这个时候平时的压力性炼起了很大作用,杨立伟身体还能挺得住, 但当火箭到达离地面40公里的高度时,意想不到的情部出现了,神舟五号飞船突然产生了剧烈颤抖,这是一种10赫兹以下的低频震动,对人类而言这是一种可以让人致命的频率, 能让人体内部的五脏六腑产生共振现象,可怕的共振别加六个人的负荷,这让杨立伟曾一度的觉得自己快要牺牲了,还好共振现象强度只持续26秒,26秒后开始减弱, 这让杨立伟从未有过的轻松与舒适,此次的得共振现象并非是一种常有现象,属于突发性事件,来自于火箭发动机喷发引起共振,后来避免专家改进了这个工艺, 当后面的火箭在此发射后,这种共振现象再也没出现过,飞船很快就进入了预定的轨道,当驶进地球的依领区时,坐在座椅上的杨立伟突然发现闲舱外闪过一大亮光,这是怎么回事,杨立伟急忙顺着闲窗向外望着, 什么也没发现,不会是飞船出了什么问题吧,杨立伟快速地查看了飞船所有仪表上的数据,一切正常,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情况,未查清闪光的原因,在接下来的几次进入阴影区时,杨立伟早已派在弦窗上等待闪光的再次到来,果然在贴地球地面的地方有着一道闪光,杨立伟马上明白过来,这只是地球上的一道闪电,终于松了口气,不过在太空中运行的飞船也出现过, 至今都无法查明的现象,飞船中的杨立伟听到一阵阵,来自飞船船体外隔的敲击声,咚咚,咚咚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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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是有人敲门一样,这种声音到来毫无规律而言, 于是当这种声音再次响起时,杨立伟贴近船体内必仔细地听,随后仔细地把飞船外部太阳能面板再仔细地检查了一番,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,既然这种怪异的声音并未影响到飞船的正常运行,杨立伟索性就不再担心它了,回到地面后,杨立伟反映了这个怪异声音问题,专家对怪异声音做过很多猜测,试验,模拟, 但杨立伟总觉得有差异,到现在也没有查新飞船怪异的东东的真正原因,按照神舟五号飞船的任务表,只有神武能平安地回到地面才算是此次发射任务圆满的完成,而飞船返回地球属事故高发阶段,在此之前,22位献出宝贵生命的航天员中有一半牺牲在回归途中,10月16日在离地面343公里高空轨道上运行的神舟五号飞船接到返回命令,启动返回程序, 30分钟后,飞船进入到离地100公里稠密的大气腾中,此时空气的阻力将变大,飞船与空气产生剧烈摩擦,产生1800度高温,把挡回舱外表面烧得通红,随着温度的进一步升高,这些耐高温的防烧石腾纷纷脱落,带走热量,但透过弦窗看到外面一片通红,说不紧张那都是假话,突然杨立伟发现飞船右边弦窗开始出现裂纹,并且裂纹开始扩大, 就像是强化玻璃被打碎一样,坏了,杨立伟脑海中闪现美国哥伦比亚号出示一幕,急忙转头朝左边弦窗看去,这时左边弦窗也出现了裂纹,这一下就让提到嗓子眼的心落地了, 因为太空中事故重复出现概率很低,这可能是耐高温材料脱落的原因,10月16日62时3分,神周五号飞船妥妥的在内蒙古着六点成功着陆, 这时万万没有想到情况发生了,已经到家了杨立伟却受伤了,被一个小小带有棱角的麦克风磕破了嘴, 如果这个麦克风磕在井上,后果将不堪设想,后来这个麦克风肯到改进,并且还增加了一层海绵,回到地面的杨立伟提出了160多项需改进的地方,果然不会是中国骄傲。